毒品真的是害人不浅 台南新营有一名男子毒瘾发作了 身上也没有钱 所以就走进营楼假装要挑金饰 趁着老板娘不注意的时候 把金饰给拿走逃逸 警方拦截围捕两个小时之后也逮到人 起初变卖金项链的赃款六万多块 而且嫌犯身上还有刚刚买来的毒品 营楼老板娘摆出整排金饰 让客人挑选一条9.63钱的金项链 男子拿在手中看哪看 突然起身转头往门外走了出去 走得不及不许 老板娘一时愣住 还不晓得她要干嘛 当她消失机口时 才恍然大悟遇上了抢匪 抢完营楼才刚过两个多小时 就在镇树陆桥地下道被警方围捕 11号早上10点多 证明毛姓嫌犯在台南新营 这间营楼洋装购买金饰 抢夺得手后 立刻找了另外一间营楼 直接变现得手新台币六万九千多元 警方逮住她时 短短时间内就已经花掉两万多块 原来这名毛姓嫌犯就是毒瘾犯了 才会计划抢营楼 得手变卖的现金 先跑去找药头买毒品 警方火速将她逮捕归案 以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送真办 记者杨华台南报道